一開始我們來關心 還有鳳台北影響臺灣 今年的地高和鳳台修拉 在再去八點 在菲律賓冬風的海面形成 各個外國的環境 後禮拜就影響臺灣 而且修拉在最近臺灣之後 速度會變得慢 陸境還有很多變數 去上京也沒有拜託 會影響臺灣的可能性 一早上又是在頭暫暫暫 不過這種熱熱的天氣 後禮拜開始就會出現變化 在菲律賓冬風海面 雷台新鮮蓋了 拜六的早上已經成功 做今年的地高和鳳台修拉 現在離個鑽平 還有一千空六十公里 以時點前十七轉十四的速度 翁伯伯才行 起上京沒有拜託 可能會威脅到臺灣 起上京表示 因為太平洋高也沒有跟學校 現在並沒有明確的 等於氣流 而且蘇拉一直在正中 陸境到底會怎麼走 要等後禮拜他才知道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 拜日開始 外國環流就影響到臺灣 未來可能在禮拜二 開始受到颱風或其外國環流的影響 可能會比較明顯一些 東半部下雨是比較篤定的 會比較有一些短暫 給大家特別留意 起上京台七民眾 要隨時注意風態的消息 這個拜日禮拜 也會受到壓力的影響 東半部地區 還有行春半島 有可能會大雨 其他地區是熱熱過 島有雷鑽的天氣 記者 林甄露 今晚 代表播得